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这两个城市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定居场所 但是你知道吗 小游今天想介绍的并不是这两个地方 而是介绍一个在北方的城市 它就是威海了 位于山东半岛 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城市 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已经很霸气了呢 它是中国首个国家卫生城市呀 是一座三面环海的美丽地方 它离韩国特别的近 所以在这个城市里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韩国人 以及韩国餐厅 作为一个旅游小城市 它的绿化是让人赞叹不已的 随便走在街上 你都很难看到有垃圾的出现 也可以说 天心到随便坐在一个路边的凳子上 都不会感觉到脏 周围的树木茂密 植被特别多 望眼望去都是绿茫茫的一片呀 回海的人口并不多 但是人均GDP达到12万左右 所以说这个城市的人还是挺富裕的 它是依靠石油而发展起来的 喜欢历史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北洋海军吧 它就是中国清末名出的第一支海军 就诞生在危海的流宫岛 这里更是存在着 甲午中日战争中 惊心动魄的主战场 让我们怀念不已 也警惕着我们勿忘国耻 对青少年而言来到这里欣赏一遍 无疑就是来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景点众多 是个领略风景和了解历史的好去处 如果想留点纪念 可以在岛上买点贝壳 饰品 项链什么的 带回家 也是可以的 来到危海 怎么可能错过吃海鲜的机会呢 这里的海胆很糯 很好吃 有碗汤也是新鲜美味 分量十足 新鲜的豆腐更是愣到不行 吃货们 别减肥了 来大吃一顿吧 好了 这期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 有什么想吐槽的地方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更多精彩内容 请点击关注订阅按钮